所以上次應該是談到一百九十頁上面那一章 對不對 所以那個有看紅光跟紅外光處理那個黑暗型的處理方式裡面 這種實驗的內容如果你可以對照一百八十九頁光敏素在PR跟PFR的互換 那你就可以去看說他用的那個紅光或紅外光到底是有利於環境向左還是向右 用這種方式來去判斷 然後就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一百八十九頁下面那個地方 當PFR對應到所有光敏素的腫量這個比例是往高的方向去變化的話 這個時候是有利於短頁植物 那如果這個比例是降低的話是有利於長頁植物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後面那個實驗跟這樣的一個光敏素的兩個形式的互換對照的起來的話 其實一般要判斷錯誤應該比較不會有那個問題的 然後接下來一百八十九頁上面那個阿拉伯素是四這個地方 就一直在強調那個光敏素其實只是一個色素 然後這個色素是植物用來感受那個日葉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蛋白質 那所以它只是瘦氣 它不是激素的 因為它有那個素那個字眼 然後所以要留意一下那個阿拉伯素是第四點這個地方 目前在那個植物學領域裡面他們認為 這件事情應該說早在一、二十年前就認為 植物體內可能還有一個激素 這個激素叫做開花激素 那這個會有一點就是說 是顛倒不外想的 就是我們認為植物體內的生長是有很多激素條件 比如說生長素、幾倍數、細胞分類素其實都跟生長有關 那所以呢 如果植物的生長呢 由透過激素調節 所以開花這件事情 就是植物要長出花、芽 這件事情 應該也是透過那個模型特定的激素來調節的 所以他們就懷疑應該有一個激素叫開花激素 所以是先懷疑這個東西的存在 然後接下來再開始去找 然後找到今天 基本上開花激素還是不算確定 他沒有找到幾個疑似會影響花、芽、發育的化學物質 可是這幾個化學物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激素 還在強盡當中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算奇特的一點的想 好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開花激素的話 以前的照科書甚至於把這個開花激素稱之為叫虛擬激素 想像中有這個激素 那很多人在找 因為找到之後可能對於農業上面來說一定的這個幫助 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 那 光基本上呢 會影響相性 然後接下來 光會影響到開花與否 然後所以接下來最後一個 光到底還可以產生什麼影響 這個上次 這個 講過嗎齁 好 所以接下來 光到底還有什麼影響呢 種子這個部分 你可能偶爾還是會看到有一些這樣的討論 不過因為種子的部分那個光周期呢 能夠比較好用的材料呢 大概就是像木樹這種 所以像木樹的話 如果你讓它保持在完全的黑暗當中 比如說你把木樹種子撒上去 然後呢 還很貼心的這個鋪一層那個稻草 很多那個蔬菜在種的時候 那個種子因為怕那個 那鳥一撒上去 然後鳥就來吃掉它 可是它可能會很貼心的就鋪上那個稻草 但是這樣的做法反而會不利於那個 所以它是需要那個光照的刺激的 好 所以 因為這邊可能比較暗一點 所以你看 如果說我能夠在它的黑暗的期間呢 用可見光的紅光去刺激它的話 那個發瓦率就會變得很難 所以這個後面就是用那個紅光 紅外光的交叉組合的變化去玩的這樣子 所以它也會影響到特定種子的發瓦的現象這樣子 那臥具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材料 其他的實驗數據上比較少見 然後所以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190頁的下面 講義上這張圖事實上比較能夠清楚看得出它的特徵 但是我們用一些比較詭異的這個現象 右邊呢這兩個都是馬鈴薯 右邊這顆呢 就是如果你把馬鈴薯給它一個水分的刺激 然後在有光照的條件之下 它那個牙眼 因為馬鈴薯是儲藏經嘛 它的牙眼的地方呢就會長出不定牙 這種無性繁殖長出來的牙都可以叫不定牙 那這種不定牙呢 事實上它長度長不上來 然後根就開始發育 然後緊接著呢在那個頂端或者是側邊這個地方 就會開始有葉子啊或者是枝條發展 所以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表現 就是植物開始發展的過程當中 包子體發展基本上根、枝、葉、三個部位都需要 所以從那無性繁殖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應該很快的就要趕快建立地上部、地下部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做法 可是隔壁這個呢 這個是在黑暗底下發育出來的這個不定牙 所以應該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不太能夠看得到根 對不對 然後那個基因的部分呢 兩個點之間這個當參考的話 這個就是結尖 然後再來你看這邊比較有綠色的感覺 這邊幾乎看不到什麼綠色 有沒有 所以一般植物如果在弱光或無光下發育的時候 通常發育會有畸形的現象 怎樣的畸形呢 比如說如果我們在拿那種 一般的幼苗的發育的話 也會有類似的現象 一般整體上呢 我們會把這種稱之為叫白化苗 因為它很明顯第一個 顏色上就會欠缺生率 這樣看出來齁 所以沒有生率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直接跟它的色素有關係 好 所以在弱光或無光下發育的幼苗 通常會欠缺葉率數 然後甚至於連葉率體都沒有 你看 因為你浪費 因為現在被照不到光 所以浪費資源 這樣植物去合成 這些色素 或者形成葉率體 基本上意義是不高的 所以葉率體那個時候會轉型 變成是另外一種用途 那個用途就是可能用來儲存 所以薄幣組織 我以前提到一個概念 你看很多草本植物的晶也會是綠色的 所以那個就是因為它那個晶靠近表皮之下 那個皮層那一邊 如果比較靠外面那幾層 還是接觸得到充足的光的刺激的話 其實它也會產生葉率體 然後用來那個情況的作用 可是比較深的地方 像那個水 位在那個晶比較中間那個地方的薄幣組織 那因為那個光照很難穿透到那麼深的地方 所以這些薄幣組織 它的功能就會比較偏向於是儲存兩份 所以它的葉率體在那個時候呢 功能面是以儲存為主的 而不是以核酸為主 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一樣 你看葉肉也是薄幣組織 皮層也是薄幣組織 水也是薄幣組織 對不對 大家一樣都是薄幣組織 那功能怎麼去區別 是有時候光照的刺激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既然光照不足的情況之下 像葉綠素這種工具基本上就不重要的 所以葉綠素的話很有可能 就不合成就欠缺綠色 所以要嘛就是白色 要嘛就是偏那種淡黃色的色型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左邊這一顆呢 是正常光照刺激之下發育了六秒 所以很明顯的 同一個時間生長的話 你就會看到右邊這一顆 它的晶會拉長 那因為你要描述那個晶特別的長 你要有一個參考 所以結尖它是一個比較好的描述 所以通常在弱光或無光下的話 那個發育的那個晶的部分 它的結尖會有突長抽長 等等這樣的縮詞 就會刻意拉長 那因為短時間之內 你要把所有資源都投注在那個什麼 晶快速生長 所以通常它的晶會比較瘦 比較細 然後所以如果你有做過那個綠豆苗的發芽當年 然後呢 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把它放在比如說書桌 書桌附近的光照又不是很夠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那個綠豆苗很快的就長得很高 然後後來呢 旁邊沒什麼支撐物 然後一不小心就折斷了 沒有不電的斷 反正已經就折到 就是筋太瘦了 太細了 支撐力不好 然後再來是看頂端這個地方 對 如果同樣的發育時期的話 你看左邊這個它的出生葉已經開始發展了 可是右邊呢它就會一直停在那個出生葉的早期 那個牙呢就沒有消息了 就這樣子頂住 所以它的發育的畸形呢 基本上看起來三大特徵 第一個欠缺葉綠樹 對不對 結尖會抽長 OK嗎 然後呢 牙不發育或葉不發育 這個就是白化鳥的基本特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這顆白化鳥的發育走入正常 方法是什麼 直接移到一個光照充足的地方 然後呢 接下來第一時間 很快就可以看到的變化是什麼 應該不用到24小時 你要看這顆白化鳥 明顯開始有綠色 因為這件事情比較簡單 所以先做 然後後續呢 再長出去的部分呢 就可以開始走入正常 所以它之後 這個牙呢 就好像這個 開始被緩醒一樣 所以就開始發展了 所以這個原本一直停在這個階段的葉子呢 就開始越長越大 那當然它發育的過程當中 確定會是深綠色的 那撞到這個牙 還會再繼續往上長 好 那之前已經是拉長的那個結尖呢 你也動不了了 它不會剝回去嘛 所以它就維持那個長結尖 可是它從那個照光之後 後來再發展上去的那個金的部分 就變成短結尖 OK嗎 那某一種程度 如果這些西方還夠年輕的話 你照光之後 因為你金拉得很高 那個不是只有長高的問題 那個是還要變粗 你這樣支撐力才會夠 所以如果這邊的細胞還夠年輕的話 也許還來得及挽救一件事情 就是讓那個金的再長粗一點 支撐力變好 否則的話 如果那個這邊的細胞已經 步入老化的話 就會看到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 就是呢 下面這地段當初那個弱光下長得 那個金的細細的 然後後來呢 再長上去的金的就比較粗 所以就下面細 然後上面粗這樣子 所以這整個植物體基本上 就會有點怪怪的 這下面的支撐力非常的不理想 這樣可以想像嗎 所以你讓它回到那個正常光照之下 後續再長出去會正常 但是前面已經不正常的部分的話 有些可改善 有些沒有辦法改善 OK 好 那你就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用這個 那為什麼植物要去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有光跟沒有光 為什麼要去調節發育的不同 就沒有光或弱光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去長 然後那個 有光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用這種髒話 那會發育畸形一定有原因嘛 那你講說光不住 比如說葉律數不合想 我這種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那你精抽長幹嘛 所以你去想像 如果它旁邊有很多的競爭者 對不對 那只是一個種子 剛發育出來的小幼苗 旁邊有很多植物呢 早就已經是成熟的個體 對不對 好 今天一不小心這個種子呢 落在一個森林的地背草本層當中 對不對 然後到處呢 旁邊都是那個成熟的植物體 那落在這個下面 運氣不錯 這個塗網層當中呢 水分的刺激是夠的 所以呢它就發芽 問題是一發芽的第一時間 就是災難或什麼 旁邊的植物根本就遮住掉它的陽光 所以咧 如果它想要能夠有生存的機會 最可能的發育方法是什麼 你趕快把精力一直 從拉到很長 對不對 一直到它的頂牙 有機會 跟其它旁邊的植物等高 甚至於再更高一點 它是不是就可以接觸到陽光的刺激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受到光到刺激之後再開始增長上升 而在那之前 它不趕快把子葉的兩份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把精抽長 對不對 它勢必沒有生存的機會 所以這個幼苗終究還是得死 那與其這樣子的話 把這個能量 把這個發育的方向的調節呢 集中在拉長接近 這樣應該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OK嗎 所以 如果你去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像那個廚房裡面 或者那個什麼 拿那個 這樣就叫你們弄那個什麼 橘子的那個籽呢 橘子 這邊拌拌應該會碰到 有 就是柑橘類的水果都可以 只要把那個葡萄柚也可以 只要把那個籽收集起來 然後泡水泡個一個禮拜 每天記得換水不會會臭掉 然後收集多一點一把 然後接下來弄個那個小的容器 然後弄一點淺淺的土這樣子 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那個發芽 就會有那個很精彩的小幼苗 如果想要那個小幼苗 嬌小可愛的記得 放在稍微光照充足一點的地方 想要那個小幼苗那個精呢 就是乾乾淨淨的這樣子 然後幾片葉子點綴了 然後就把他們弱光的情況之下 因為大家不會想要綠豆吧 綠豆大家都看煩了 它的成本比較高的是火龍果 就是最近的新聞是 那個火龍果接下來應該很慘 火龍果這次那個風戰應該受損蠻嚴重的 所以價格就上來了 好 所以就是白化苗的發育問題 這是一個不得已的發育上面的暫時調節 當然是希望之後有機會遇到正常的這個光照環境 所以光也會影響到植物的發育 190頁這張圖啊 基本上那個是以前那個 國立編譯館時代教科書的圖 其實這張圖的話 比較是考試裡面喜歡用的 那如果你有看到像幼苗這種 因為馬鈴薯這種齁 在考試上那個圖片不好呈現 可以理解齁 所以大概就像幼苗發育這種圖 或者是190頁這種圖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層面 光的影響 那這邊補充一個 那光基本上呢 如果你用不同的顏色去處理那個 這個是燕麥的牙俏 然後你去用那個不同的光去處理的時候 就會很有趣的發現 事實上只有特定的光 比如說我左邊這邊 藍色紫色這個地帶的光 基本上其實對於像性 冥響比較明顯 所以表示那個像性 它應該也是透過某一種獸奇 藍光獸奇 好 那因為光敏素是植物體內的基本的獸器 那這個獸器 目前有一些實驗看起來 它應該主要是集中在葉片上面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把整個植物體的葉子 通通摘乾淨之後 然後呢 不管你給它的是好的光照條件 好的光周錫、不好的光周錫 反正它都不理你 然後如果你只留下一片 只要一片就夠了 然後你讓這個植物體去接受適當的光周錫 它照樣會開花 話說左邊這顆就是陽帶來 啊那個記得那個 如果將來你有機會再磨磨磨磨 荒田 沒有人管的那個田邊有找到的話 可以的話整個幫我挖回來 不然的話幫我採起一顆熟的果實這樣子 很難找 真的這種東西 就是應該要很簡單就可以找得到 那個跳舞草也是一樣 就是明顯那個如果有去掃墓的話 因為要考試啊 所以要乾白 然後跟祖先講幾句話的時候 然後發現那個墳墓旁邊那個 有很多跳舞草 然後記得那個小新把它挖起來這樣子 然後回學校 這種東西在教學上其實還不太有很有趣的地方 好 那所以基本上 其實整個植物體當中 只要有一片葉子 能夠接收適當的光周錫也就夠了 所以後來有人就想說 啊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這樣太狠了 這個整個植物呢 葉子在光光只留下一片 那不然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處理 所有的葉子全部都好了 然後呢 把其中一片葉子呢 特別把它造起來 然後造起來之後 這裡面單獨給它光照 你看 其他葉子都不管喔 其他葉子不管是光周期好或不好 我都不理它 我就只將這其中的一片葉子 給它適當的光周期 結果發現這樣還是可以 你看 所以事實上它不用到整顆植物的光明素 全部都有 所以它只要有一片 然後產生之後 那很有可能就可以引發 那個開花激素的合成 然後之後的話再引起花芽開始發育 所以 目前這樣看起來的話 以受氣的角度來講的話 應該是光明素 以接受的部位來說 葉子看起來是一個很重要的接受光周期 就是光照的這個重要的部位 那其實不用到全顆植物 只要這個特定的部位 那這是開發技術 他們在研究的時候 發現這兩顆植物裡面呢 基本上只要有一顆受到適當的光周期 用上針把它架接 左邊右邊只要有一顆是適當的光周期 基本上兩顆都會一起開花 所以 他們為什麼會懷疑有一個化學故事 就是這個原因 可是這化學故事很難掌就是 然後 所以接下來最後一個 就是有關於那個春花的作用 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會去刺激 植物的開花呢 就是 溫度了 好 所以看188葉上面 這邊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細節 你只要掌握一個大原則 就是 有一些植物喔 就是 你 你講那個花 因為太明顯了 有沒有中過玉丁香 有 水仙風杏子 有 其實很漂亮 然後 有沒有自己在夏天種過草莓 最白目的作法 沒有 夏天種草莓 沒有 什麼 然後 還有那個 學校的有兩顆 在 那個 這裡 春塘那個地方 不是兩顆三櫻花 有沒有 有耶 你確定哪兩顆 哪兩顆 OK 很多人很期待就是 因為玉丁香很貴 一顆大概一百多吧 然後品種不是很好 大概八十塊應該買得到 然後通常你買回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小花盆 然後椰子長得好好的 然後韓寶蛋放在賣米 對不對 好所以通常你放大概就是 可以撐個兩個禮拜 四個禮拜左右 然後一直讓它盛開 OK 花洩掉了 然後通常 如果有一些 比如說 比較大的盆子 你可能會考慮 因為那個小盆子看起來很不齊耶 所以把它移到那個 比較大的盆子比較安全 那如果家裡面有那個地的話 就是比較現實的土 就把它乾脆把它移植 到土壤上面去種 可是很多人 大部分的情況都會失望 所以隔年的時候 就期待 那個植物體長起來耶 然後沒有多久之後 就會出現花包 那結果呢 有植物體會正常發育 但是花包一直沒有出現 不然想說隔年再一次 看看會不會出現這樣子 結果還是沒有 OK 做法上錯誤了 那早在那個賣花的 早在賣米之前 其實這顆玉金像的那個球晶 已經在老家 很有可能是荷蘭或其他的地方 或其他的國家 它早就已經先處理好了 所以從此看到那個完成之後的樣子 如果你希望水仙也是一樣 因為農曆年前很多人會去買水仙來買 尤其那種香水水仙有沒有 那個香氣真的是濃到 有時候會過濃香土這樣子 那遠遠的還不錯 就是空間客廳夠大的話 剛好散開那個濃度是恰恰的 那水仙也是一樣 就是買來的時候那個花 然後就長得很差 所以如果你想要像那種水仙玉金像貢性子 這類的植物 然後隔年還能夠開花開得很好的話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所以它花卸掉之後 先把那個花金剪掉 那些遺址 然後呢 先讓它在正常長一段時間 把那個球頸兩個非非答答的 然後確定養到非非答答之後 你要把它整個挖起來 然後土把它清潔 水沖一沖 然後接下來把它吊成亮桿 然後那個表面呢 稍微看起來是乾燥的情況之下 然後再把那個金 就是上面葉子都不要了 你就把那個金上面 留一小節的長度 然後直接剪掉 然後就是那個球金 然後多一點那個原本 之前長的那個 那個枝葉的這個紙巾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整顆 那個拿一個那個封口袋 然後把它丟到封口袋裡面去 然後找個兩張三張 衛生紙沾水沾濕就好了 不要滴水 然後把它丟到封口袋裡面 那接下來把它封口 然後整個把它放到那個冰箱去 冷藏 冷藏 千萬不要冷凍 知道冷凍跟冷藏的差別 好 那所以拿去冷藏 那你翻了大概兩個禮拜 然後再把它拿出來 然後接下來重新再把它裝回去 這時候到年底的時候 它在 會長出花芽的可能性 就大幅提到的 這類植物呢 它長年 在北方溫帶的地方 它每年冬天的時候 都要經歷一場冰雪覆蓋的環境 炎化上它早就具有這樣的特質了 OK 所以這次我們發現呢 它必須要先經歷 那每年 一定要經歷一次那個低溫的刺激 然後這個時候 才會在那個花季來的時候 順利的發育出花芽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其實應該也有一種激素 所以他們就把它叫做春化素 就是先用某一種方式去感受低溫 然後接下來呢 再引發春化素的分泌 然後春化素再去誘導花芽的產生 所以他們這個地方也是懷疑有一個激素的存在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聽到春化素 就是因應低溫刺激所產生的激素 那這個激素可以刺激花芽的產生 那那個開花激素就是在講那個 適當的開花週期 光敏素接受適當的光週期 然後接下來會引發開花激素的分泌 然後再誘導花芽的發生這樣子 所以像那個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那個裸麥 所以大概一般比較常見的 大概都是屬於這種 就是水仙、玉京香這些 其他一般來說 溫帶的植物比較容易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之後有買過這樣的花卉的話 可以做這樣的方式處理 麻煩一點 可是至少那個糗菌不會浪費的 除非你是每年都要換一次的那種 所以這個就是春化作用 好 相對簡單多了 就只有這樣子 強調原奶有一些植物 基本上它的開花的條件是適當的溫度 如果是像這種低溫刺激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春化作用 所以春化作用就是這種低溫刺激 OK 然後至於春化作用的部位 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強烈懷疑很有可能 你看那個成熟的植物體也會發生 那後來那個有些植物的種子 他們也有發現 那有些植物的種子 你要讓它發芽很好 可以用這樣的做法 先把它泡水 然後瀝乾 然後就是那個水先瀝掉 那接下來呢 把它放到那個冰箱裡面去冷藏 然後隔個兩三天之後再把它拿出來 那這個發芽率就很好 那如果你只是簡單的泡水 然後讓它直接發芽 那這個發芽率就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說種子有效 然後那個成熟植物體也有效 所以大概歸納起來的話 共同的特質 因為種子就沒什麼東西了 種子只剩下胚 所以它應該是像胚或分生褲子這種部位 是負責乾瘦蒂物的部位 所以這個對種子的處理也有效 所以以前有聽過一種稻子的發芽方式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品種 就是你要先把那個稻子一樣 就先泡水 然後把水稍微瀝掉 然後呢 一樣用風口袋把它打包 然後放到冰箱裡面呢 先放個三天 然後再拿出來 然後就可以那個倒棉 然後就長個 就發芽率就非常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種地位的現象 OK 所以接下來最後 是用最後一個段落 今天好像趕得完 後面的兩個主題啊 都是高中生物 算是比較新的題材 然後所以它還有很大的設計題目的空間簽定 但是暫時應該不會很刁鑽 這是好事 可是這個 因為有那個發揮的空間 因為現在那個大考在考題上面 基本上設計上真的是已經遇到一個瓶頸了 所以一直提醒你們 真的不管自在科哪一科 你一定要留意 現在真的整個趨勢所往南的方向發展 然後至於取材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些比較能夠貼心生活化的部分 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然後所以接下來談那個逆境的問題 所以逆境 什麼叫逆境呢 看這個定義192頁的地方 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把那些對於生物 在生理或生長上面不利的環境 因素我們就把它稱為叫逆境 所以我們早先有提過的逆境 就是植物遇到那種什麼強風 乾炭的時候 然後氣孔要關閉這件事情 那就是用逆境的表現 所以逆境這件事情 早先大概真的都是著重在植物上面的研究 那後來發現動物也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所以到底什麼樣的情況 逆境到底會對植物產生什麼樣的嚴重情況呢 比如說那個這樣走過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教室附近那幾顆玉蘭花 不是超級淒慘的嗎 對不對 就是颱風天那一天 然後焚風一吹 然後你看整片 對 剛好吹到有一個角落 那個315這邊有沒有 有一顆玉蘭花就很詭異 左半邊的葉子是正常的 右半邊的葉子是那個 像那個整個被烘乾一樣 有沒有 那個大概運氣很好 就是一半是直接面臨熱風 另外一半是沒有的 然後再過去一點的話 因為那個左右比較沒有遮蔽物的 所以你看這個很均勻有沒有 整顆就是乾了一大堆 那個看看 如果運氣好 真的只有受損到葉子的話 應該還會抹得下去 那個最慘的情況是 下屍整顆就沒了 所以像這一次的話 那個台東那邊那個什麼 釋迦 然後還有蚊蛋 這次受損看起來真的還蠻慘的 所以 還有霍龍波也是 那焚風來的時候 你去想一件事情 要把你從 你現在呢 假設現在在冷氣房裡面 然後 然後你現在走到那個 假設操場上面 操場上面 現在溫度假設40度的話 你會受得了 所以 大部分的生物其實都有一個特質 呃 過度劇烈的環境因子的變化 其實通常很難挑選 看一下 那難的最嚴重的情況就是撕死 所以你看那幾顆 其實接下來可以觀察一下 那個幾個受損比較嚴重的搞不好 真的會死掉 也許 我們就等著看看 這樣算蠻慘慘的 整排 好 所以高溫 溫度的話 是一般我們大概最容易理解的 所以 對 從溫度的角度去觸發 彈溺境應該蠻合適的 而且這個地方 在考試上面來說的話 正義性也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 它做的是最久 那以前都做植物 後來不做動物這樣子 好 所以 高溫的部分的話呢 一般我們當然第一個會討論到 那生物體內的代謝會不會正常 好 那所以 呃 代謝真的正常 你要去看誰 酵素 所以我們以前就談到那個 呃 酵素的反應曲線 有沒有 所有的酵素基本上呢 應該都會有一個最適的溫度 對不對 在溫度偏低的情況之下 它的火性會受到抑制 對不對 在高溫的情況之下 火性一樣會受到抑制 可是 不同的是在高溫這邊 很有可能 酵素會產生 不可逆的影響 對不對 它會直接變性 如果你溫度過高的情況之下 就會這樣子 那所以工具不正常了 你就不用期待說 那相關的化學反應就會正常 好 那所以這個是 以前在特別談到溫度 對生物體的影響的時候 是從代謝的觀點去出發 但事實上它影響的 當然不會只有這個 你去想像一下 細胞膜那個齒雙層 齒雙層的前提是 我那個磷子跟磷子要排得剛剛好 就有一點靠近又不太靠近 然後呢 可以很規則地排出齒雙層 一旦你溫度升高之後 溫度升高 不是可以加大分子之間的距離 所以那個細胞膜的架構 就會變得有點鬆散 一不小心就垮了 我跟你講 細胞膜垮了 細胞怎麼可能活得下去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其他的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有沒有可能因為高溫的關係 然後使得細胞裡面產生一些 額外的化學反應 可是這完全是細胞膜不需要的 等等 所以如果這整個細胞內的構造 代謝的能力嚴重受到干擾的話 恐怕這個細胞終究會走向死 OK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你要讓一個生物突然間 比如像像焚風來的時候 對不對 那是短時間就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上和歡山 那種高山看到很多漂亮的事物 真的不要把它踩下來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它常連喜歡在那種高山上很涼爽的那個環境 對不對 在冬天很冷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硬是要把它挖起來 然後拿到平地來 請問那個 那個海拔三千公尺的年均溫 跟我們平地的年均溫落差多大 那你硬要把它弄到那個平地來 它怎麼活得下去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其實對它來講 也是承受高溫離境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呢 你要讓一個生物 承受這麼劇烈的溫度變化很難 很多生物真的就直接死給你看這樣子 所以 可是 我們用另外的角度來看 如果慢慢來 所以像高山植物 或者是溫帶地區 或者寒帶地區的植物 你想要去讓它在比較偏熱的環境下活下來 有一個辦法 比如說高山的植物 台灣有幾個試驗所 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要把一些高山植物呢 從海拔三千 先移到海拔兩千 它們會有一些試驗站 然後在海拔兩千先種幾年 確定它會正常生產開花這樣子 因為假設我們的目標是移到平地來種的話 然後接下來呢 幾年之後呢 再把它從海拔兩千 那個試驗的場所 然後接下來再移到海拔一千 OK 那一樣再種個幾年 然後確定它可以正常的這個 那個表現 那個生長跟開花 然後接下來再嘗試移到平地看看 這樣從山上移到下面來 你要讓它整個生活史是正常的 你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有時候溫度也許有一個門檻 真的太高了 大概什麼都不用玩了 可是如果這個溫度不是到極限 它可能還是在這個生物可承受的溫度範圍 只是呢 你一下子給它變化這麼劇烈 它承受不住 所以也許它要的是時間 那後來它們就改變那個生長 因為只要像生長這種的話 通常可以調整那個溫度的上升的幅度 那它們就發現呢 你讓生物呢 有充足的反應時間的時候 它可以去產生一些保護性的蛋白質 然後這些保護性的蛋白質 可以讓這個生物體呢 勉強維持比較基本的運作 不會百分之一百正常 但起碼不會很差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如果是在高溫的逆境下呢 它們就發現呢 有一群蛋白質 這一群蛋白質呢 它們稱為叫熱修克蛋白 就是高溫所引起的逆境的反應 它們把它稱為叫熱修克現象 那這種熱修克現象呢 如果你給它足夠的反應時間的話 因為做蛋白質是要時間的 你要轉入還要轉移 這是要時間的 好 所以你要讓它有足夠的反應時間 至於什麼樣足夠 那個對不同的食物就不一樣了 好 所以這個沒辦法跟你有一個明確的數字 但你只要用觀念上來看 就是只要足夠的反應時間的話 它如果來得及產生熱修克蛋白的話 這些熱修克蛋白它是配 它是輔助的工具 如果這個熱修克蛋白跑去跟某一個酵素結合 比如說這個酵素呢 你現在突然間給它5度 10度的這個聚列溫度變化 然後它的活性一下子從100%掉到剩下50% 但如果來得及產生熱修克蛋白的話 這個熱修克蛋白可以跟這個酵素結合在一起 讓它的活性呢 可能從100%降到80%、70% 那當然不會正常 可是總比50%好 你們聽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個植物可能在生理代謝上面 仍然是很辛苦 但起碼你直接等下就死掉 還要好多了 所以這樣的保護性蛋白就是熱修克蛋白 所以這種熱修克蛋白一般來說 它不是單獨直接使用的 它不是像比如說我某一個酵素 然後我去執行某一個化學反應 它比較不是屬於這種特質的工具 它是一個配合性的工具 它需要去跟某一個特定的 比如說一般代言通常是蛋白質 因為蛋白質對溫度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如果熱修克蛋白可以跟酵素結合的話 這個酵素活性就可以再往上調生 那另外還有一個 比如說細胞膜下面不是很多運輸蛋白 你不要講說細胞裡面的化學反應的 我光是細胞膜上面物質進出都會造成問題的話 那你比細胞當然也很難活下去 所以維持細胞膜上面運輸蛋白的活性也很重要 所以有一些熱修克蛋白呢 它就跑到那個細胞膜上去跟運輸蛋白結合在一起 讓細胞物質進或出 我還是可以維持一定的這個效率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土來去看 熱修克蛋白到底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保護性的話 白色這條線呢 是單純這個蛋白質在的時候的反應的曲線 所以我們以前提到過 一般的酵素對溫度的反應曲線畫這個樣子 然後會有一個山頭 對不對 山頭這個地方代表是這個酵素的最適溫 你人體來說通常這個點大概差不多是 36.5到37.5這個範圍 OK?好 所以就是一般單純這個酵素存在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讓這個酵素面臨比較劇烈的溫度升高 那它的活性這樣是快速往下掉的 而且這一掉下來之後 可能就算溫度再降回去 它的活性有回不去的那種 所以它在高溫可能會產生不可逆的變性 所以熱修克蛋白它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如果單純的酵素的話 就是總白色這條反應曲線 我如果讓這個酵素去跟熱修克蛋白結合在一起之後呢 我可以把它的反應曲線適度的往上調香 會不會到百分之一百的理想? 目前看起來沒辦法 但是落在黃色這條反應曲線上 總比落在白色這條反應曲線上好多了 看得懂嗎? 所以時間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你要讓這些生物或細胞 基本上有足夠的反應時間 這種保護性蛋白能夠及時出現的話 對它來說延遲或者延續盛長是有可能的 好,那如果剛剛這個樣子 第一問有沒有類似這樣的現象呢? 一般來說其實像冬天的時候 不是很怕那種突然間的大氨流來 對不對? 然後尤其是那種什麼突然間會結霜結冰的那種情況 那個其實也會造成那個什麼 因為你想,細胞膜凍住了物質進出很困難 對不對? 然後酵素的活性降低 這時候細胞的生理代謝也沒辦法維持 所以也許酵素沒有真的被破壞 可是它的活性也是降低啊 對細胞來說還是不正常 所以如果單純只有一個 只有酵素存在的時候 它自己單獨要面對低溫 那個活性一樣會降低 雖然是可逆反應但是還是降低了 如果說讓這個酵素 讓這個生物體能夠緩慢的去面臨這個低溫的作用的話 那它可能來得起產生低溫逆境蛋白 低溫區這邊產生的保護性蛋白 叫低溫逆境蛋白 它跟熱修克蛋白是不同的區 所以低溫逆境蛋白也可以去跟酵素結合 然後讓它的活性適當的提高 維持一個比較起碼的勝利的水準 這樣OK嗎 好 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